我覺得TikTok是一個非常好的口才訓練工具 其實我覺得TikTok可能受了B&I的啟發 創造出了短視頻的商機 曾經參加過B&I早餐聚會的朋友都知道 最精彩的那一趴就是60秒鐘的自我介紹 如果你的分會人數越多 時間可能就會越短 短到可能只有10秒鐘來做自我介紹 幾乎你一站起來報個我是XXX 你的麥克風就會被強迫傳給下一個人了 有趣吧 誰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被大家記住 誰就是亮點 正好TikTok它在一開始的功能 只能夠上傳15秒的影片 從錄影鈕按下的那一刻就開始自拍錄影 當你瞬間血壓飆高 腦筋急速運轉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整理你的思緒 時間就過完了 就算你只是在自己的小房間 私下無人的狀況下 還是會讓人不由自主的緊繃神經喔 現在的TikTok 每個新帳號都可以上傳最多60秒的影片 正好可以用來訓練你自己的自我介紹能力 磨練你的功力 不管你是要被搞 還是要急襲的演出 當你看到這個錄影畫面上面的時間進度條 快速的奔走 它就好像電玩遊戲裡面的血量被敵人猛砍到不斷失血 你將會覺得這是你人生中活的最短暫的一分鐘 經由一次一次的重拍 直到你不用看稿 就能夠在60秒之內完美演出的時候 可能已經過了一個小時了 而且會滿身大汗 你以為結束了嗎? 不 你的人生和提供的服務用60秒就講完了嗎? 下一次你還要用同一個台詞嗎? 那只會顯示你的人生沒什麼價值 居然每週開會都只有同一套說詞 浪費了寶貴的專業呈現時間 你真的該好好的玩一下TikTok這個軟體App 說出你的故事 如果你能夠上台做一個小時的演講 那試著讓自己把這些精華濃縮 每天一分鐘一個影片 把你的精彩故事透過手機 讓全世界都能夠看到 誰的一分鐘還原度最高 就代表他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 讓最多人了解自己 這是一種極少人可以達成的功力展現 尤其在這個碎片化的時代 沒有人想花時間和你漫無目的 而且沒有重點的聊一聊 如果你在自己的手機前面展示你 成功的自我介紹和專業呈現 每天都能夠分享一點你的創業故事和商品知識 隨著時間的累積 你的口才就會越來越好 說話就會越來越有重點 做生意的成交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當你說的每一句話 都會讓別人陷入思考的時候 他就沒有時間分心 只能夠專注的聽你講 如果這些聽你講的人 是在網路上的千千萬萬人 而不是商務聚會裡面那幾十個人的話 那你想想看你的個人品牌 將會快速的成型 你說了什麼 展現了什麼 傳遞了什麼 都會決定你的個人品牌價值 我是牛奶爸 讓我們一起來用TikTok訓練自己的口才吧 跟大家說什麼 全是人家的小誓 每天都會 Pull Your Honor 都會把你硬不積極的